但是你现在你说我又不喜欢 我只是欣赏 我又走不过去 等等等等 把你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你一点事都没有 我就有点看不下去 若爱请深爱 若气请彻底 不要暧昧 伤人伤己 一位情斗初开的小伙子 对眼前的这位姑娘一见钟情 整整追求了一年多的时间 而且在这段期间里 两人跟情侣一般有说有笑 还有一些温馨浪漫的小故事 所以种种的一切都让小伙 非常肯定自己的直觉 坚信这就是一段实实在在的爱情之路 但现实直接打脸 因为这一切对于姑娘来说 只不过是误会而已 好家伙和追求者相处了一年多 结果却不承认这是爱情 所以涂老师非常生气地痛斥女生 既然不是爱情 那就是暧昧 结果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 那么今天的这两位嘉宾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男生的一见钟情说起 今天来到这我就是想跟他表白 我们认识了一年多的时间吧 我觉得我们就是属于那种一见钟情 不是是你对他一见钟情 还是你们互相一见钟情 不是我觉得都是互相的一见钟情 你眼前看到的这位男生就是小宋 今年22岁还是一名学生 在一年前 小宋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女生静静 当时静静是这次活动的策划 小宋则是这次活动中的主持 就这样两人台上台下互相交流 彼此都产生了好感 所以这也是小宋为什么说两人是互相一见钟情 那么既然是互相的 小宋为何还需要表白呢 但是因为他觉得我们 一方面是年龄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是他觉得现实 所以一直拒绝我 包括现在一直在排斥我 所以我今天我来到这儿 我想最后的再争取一下 两人认识了一年多 与此同时小宋也追求了一年多 但静静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就这样以这种不明不白的身份相处了一年之久 而这次来到节目组 也是小宋的最后一个希望 希望静静能答应做他的女朋友 可现实往往都是残酷的 刚上台女生就把两人的关系撇得一清二楚 我感觉我们两个只是朋友 小宋说你们是互相一见钟情的呀 我觉得这中间有误会 所以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不难看出 静静之所以来到节目组 就是为了撇清两人的关系 但这种说法令小宋实在是无法接受 因为在他心里 两人一直都是互相来往 换而言之 就是小宋的示爱对于静静来说 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 并且静静也心知肚明 但就是以一种不接受 也不拒绝的态度 维持这种暧昧的关系 所以一去误会 就把人家小宋给打发走 这实在是让他不甘心 不是这怎么是误会了 咱俩认识一年多的时间 难道你说咱俩发生的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误会吗 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穷追不舍 又是什么原因 让静静不接受这段感情呢 其实这一切都要回顾到 两人相识那会儿 那是一次比赛的主持 时间非常长 然后也是夏天四个小时 他本来可以走 但是他还是陪在我那儿 我认为就是我的工作 我是负责人 我应该从头到尾盯下来 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时你又给我 又送水又送毛巾的 那么多演员 你怎么没给他们送 你光给我送 这次活动中的相遇 也是两人的第一次相识 小宋一直觉得 当时静静的一举一动 都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 那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好感 再加上小宋的一见钟情 所以他一直认为 眼前的这个姑娘 对自己肯定有意思 可现如今 静静却识口否认那是暧昧 只不过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才主动接近而已 但事情往往不会这么简单 不然小宋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 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再一次让小宋坚信自己的直觉 他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大型活动 面试主持人我就去了 结果我就被淘汰了 第二天呢 他就给我打电话 让我直接过两天 直接去主持那个活动 当然我就很纳闷 我说我都已经被淘汰了 怎么又过去呢 第一次见面 让小宋产生了好感 第二次又是姑娘的一个举动 让小宋觉得不可思议 一次次的帮助和照顾 让本就对这个姑娘 有爱意的小宋乱了心险 不过这对静静来说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欣赏这个大学生而已 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学生 在这个课业的期间 他还能去参加 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工作 我觉得很欣赏他 就因为这个 而且我跟他 这一年当中合作挺多的 其实都是他给我推荐的机会 我觉得完全就是因为欣赏他的能力 其实不难看出 小宋一直想用事实证明 两人彼此对对方都有爱意 而静静却一直想撇清自己的责任 但在这一年当中 两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可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帮忙和照顾 在生活中也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因为我是学这个波音专业的嘛 你也知道早上起来要练声 就是因为比较忙嘛 就挺累的 早上起来不想练声 我就跟他抱怨打电话 我说确实不想起起不来 要不然早上起来打电话教教我呗 然后他就坚持了两个月 每天早上起来叫我起床 当你的闹钟 没错 整整当了两个月的闹钟 并且还是准时准点的那种 不仅如此 静静对小宋还特别贴心 每天都要打电话提醒他吃早饭 阴天下雨也要提醒穿好雨衣 甚至像女友一样 用强制性的语气 关心小宋的身体 所以这种无微不至的贴心 让这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 更加坚信自己的直觉 这就是爱情的开始 对 而且他每天就特别的贴心 因为他知道我不吃早饭 他每天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让我 就必须煮 你必须吃 然后今天吃什么 然后今天又下雨的话 你带个雨衣啊 然后什么 不得不说 这种贴心的举动 换作是谁都得往情侣那方面想 就更别说一个22岁的大学生了 所以小宋被姑娘的一举一动所吸引 深深的坠入爱河之中 但可悲的是 这一切只不过是小宋的单相思 因为静静并不认为 这么做有什么不妥 只是把这个小伙 当成了弟弟而已 因为他比我小 他比我小五岁 他跟我弟弟同样的年纪 哦 你把他当弟弟了 对 然后我觉得跟弟弟打个电话 特别是早上正好那个点 我起床 哎呀 我觉得这是顺手的事 一个深深的陷入爱河 另一位却没把这当回事 此时的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不相信当了两个月的闹钟 并且还无微不至地细心提醒 而这一切却仅仅是因为 当成弟弟顺便而已 这种不走心的话 怎么可能让人信服 你给你亲弟弟天天打吗 我亲弟弟不打 对啊 那不是也是弟弟吗 亲弟弟才应该关照 因为我亲弟弟 他没有起那么早 也不会起来练声的 对啊 那你亲弟弟下雨的时候 你不打电话吗 哎呀 下雨了 要小心 因为我朋友都说 我比较 比较仗义吧 刚才还说当成弟弟 现在又变成仗义了 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这明显就是对一个男生的暧昧之举 为啥就不承认呢 所以小宋见他这么嘴硬 又说出了另一件事 每天都给他录一个那种爱情的小故事什么的 然后就送给他 他也挺喜欢的 每次收到之后就可甘心就跟我说 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 可好可好了 可好可好了 然后每次他都收 他都没说什么 又是对人家男生关心体贴 又是和人家讨论爱情小故事 难道这一切都是仗义吗 难道这也是姐弟之情吗 所以说嘛 这种事情人家小宋怎么可能 不往情侣方面想 久而久之小宋对自己也有了自信 于是便鼓起勇气 想静静做出了表白 我觉得时机也都到了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也都是那种感觉 我找了我很多的朋友 我把基本上把我所有的好朋友都叫过去了 因为他喜欢听歌 我就跟那个歌手说 我说今天晚上你全唱他喜欢的歌 然后最后一首歌唱完 当时我捧着就是一大束玫瑰 就是跪在他面前 我跟他表白了 然后当时他答应我了 当时确实答应了 但也是有原因的 之所以答应是因为朋友都在场给个面子而已 之后静静又单独找小宋解释了一份 虽然没有答应 但也没有彻底拒绝 而是给了小宋一次机会 对当时我答应了 当时在晚上之后我给他说清楚 我说我当时答应是因为 我看你这么多朋友 又这么精心的准备 我怕你没有面子 但是这个时候我跟他说 我可能要想一下 我们现在只是当时答应了 既然可以考虑 那么就说明小宋还有机会 可为什么静静不接受这个小伙呢 为什么不接受还要跟人家暧昧呢 难道就不能试一试这段感情吗 其实之所以静静不接受这段感情 跟他的前男友有很大的关系 我第一段呢 是我们两个关系很好 但是后来他的亲戚朋友 觉得我们俩可能家境差得太多 第二段也是我们两个是没有问题的 他爸妈觉得我们两个可能还是不合适 后来我们坚持了一年 但是后来我分开了 我觉得没有结果太煎熬了 很显然 两段失败的感情 让静静感受到了绝望和煎熬 特别是第二段 每当提起那个人心里就一阵酸痛 所以他不再相信任何男人的誓言 也不再相信所谓的爱情 说白了就是至今也没能走出那段悲伤 但问题是 既然忘不掉那段过去 为何还要给这个年轻的小伙 这么多暗示呢 你让小宋如何是好 包括我们认识这一年多吧 他也给了我很多的暗示 每周六周天我都是约到出去玩 吃个饭 看个电影什么的 他都是也是答应嘛 看电影 对 有没有拉手 我试过 他也同意过 但是一到有人的时候就分开了 又是关心体贴 又是嘘寒问暖 还能跟情侣一般手拉手看电影 就连表白都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给人家一次机会考虑考虑 这所有的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 所以说两人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 对于小宋来说那是相当不甘心 我之前跟你表白过 你当时说你给我一段时间考虑考虑 是你说的吧 如果当时你不喜欢我 那么大的一个表白你 你当时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你直接说我不喜欢你当一个普通朋友 不就可以了吗 你为什么要说给我一段时间考虑考虑 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被剧痛快话 这样遮遮掩掩的不仅对小宋是一种折磨 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 此时的主持人对于两人的现状已经了解的一清二楚 关键问题就在于女生能不能给人家一句痛快话 而这个舞台就是最佳时机 主持人都服了 这么明显的事情就是死活不承认 不得不说静静在感情这方面确实是个高手 但在高的高手也逃不过老师们的火眼晶晶 几个问题直接说明了一切 有没有约会两个人 有 也有过拉手对不对 这样的朋友有几个 我有几个大脑也有几个男规秘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坚持了两个月的教训服务有几个 只有一个 甭管是因为什么 答应对方说我考虑考虑你的表白 有几个 只有他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就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虽然已经很明显 但这个女生就是不摊牌 很怕被这个小伙给粘上了 但话又说回来 既然两人现在都是单身状态 为什么就不尝试一下这段感情呢 你为什么不去试着尝试一下呢 就算不行我觉得可以再分手嘛 对吧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 我觉得我既然没有走出来 我就不要接受他 对他不公平 也有道理 还真是个高手 一句话把老师给搪塞了 但女生的这句话 其实有很大的矛盾 既然走不出上一段感情 为何还要给这个小伙留下这么多爱事呢 为什么要和一个男生暧昧不清呢 接下来爱情导师涂磊 对女生的说法做出了反驳 你既然对过去的那段感情 你那么珍惜 那你就更应该节身自豪 你就更应该据他远知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话是 因为不想伤害 所以假装不知道 或者说假装让他感觉还有希望 但是事实上到了最后 你们俩是朋友也做不成 你是把别人害得支离破碎 你不觉得这比直接拒绝他 还要残忍吗 土老师的这番话 可谓是拒绝再理一针见血 小宋现在的处境 是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是追也不对 放弃还不甘心 这么残忍的 对待一个22岁的小伙 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所以说 喜欢就大胆的说出来 不喜欢就直接拒绝 否则会被视为一种暧昧的行为 这种既暧昧又不负责任的行为 伤人伤己 但是你现在 你说我又不喜欢 我只是欣赏 我又走不过去 等等等等 把你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你一点事都没有 我就有点看不下去 啊糊涂 我们并不糊涂 所以说有一句话 我很久没说了 我今天必须要说 若爱请深爱 若气请彻底 不要暧昧 伤人伤己 老师们该说的也都说了 特别是图蕾的建议非常精彩 但无论怎么样结果 还对两人自己说的算 女生到底爱不爱男生 能不能忘掉过去 重新开始 这一切就要看她自己的选择了 我想跟你说 喜欢不等于爱情 我很欣赏你的阳光 我很谢谢你带给我那些温暖 但是我可能会选择伤害你 如果说我做了一些事情 让你误会的话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如果你是因为年龄 跟现实的原因拒绝我的话 我不甘心 就像女生说的那样 喜欢并不等于爱情 或许这真的是误会异常 又或许是她的懦弱不敢去爱 但无论如何 相处了一年多的两人 如今变成这种结果 对于小宋来说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但又能怎么样呢 只能说是错误的相遇 造成了这个结果 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 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